经常有人说,旧楼的开积给新楼建洗,这个说法也不是没道理 的确,时下不少新式的纳米楼,室内面积已经小了 还要附设露台和工作平台,加起来没了近40尺 足以放到单人床 以用家的角度来看,不如将这些空间纳入室内 对于小单位来说,可能更加实用 部分的奇迹更加令人叹为观止 明明室内的空间已经小到不够住 但平台竟然比起单位足足大三四倍 还要当作特色单位这样买 妹仔大过主人婆的情况不单止在新盘里面常见 原来十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今集的放盘就是一个好例子 室内的空间是室内的三倍 单位的实用面积只有210尺 大外连超过600尺的平台 就是位于佐敦的德成谦 入屋看看这一款奇迹是怎样 放盘业主一直将单位出租 不过望下去都不算很残疚 只是部分地方有瑕疵 整体保佑不错 都因为单位的楼零只得大约14年 对比区内大部分平均是40年以上的旧楼 这里都算年轻 这个单位实用面积215尺 时限不少新楼都是开放式间隔 不过似乎这里有点不同 对啊 这里因为是曲弃形的设计 原汁其实是一房 业主为了扩阔生活空间 就把这幅墙拆掉 现在变成开放式后 厅和房间连在一起 整个感觉阔落了不少 放盘只有大约210尺 原汁还要间出一房 可以想像到空间有多压迫 难怪业主要打通厅和房间 打通后地方仍然有限 电视机都要用活动式省位便知道 对面勉强可以放一个沙发 不过最多只可以容纳两个人 再大些便相当压位 这么低色的单位来说 开放式厨房也算是不过不失 有厨柜、微波炉等等 而且有条件以名火煮食 工作台面还有空间 可以放到沙煲银餐 尋区有小窗台 相信放了单人床后 再放个衣柜都相当勉强 而且要预留通道出入浴室 都限制了傢俱摆位 相当头痛 浴室空间合理 柜台面有一定的空间 放到日用品 甚至可以容纳浴缸 不过是黑刺 很难排走湿气 虽然里面只有210多尺 出到平台就大很多 有620多尺 Yolanda Bajer 你会怎么报纸呢 我想我也会种花花草草 而且这里还有空间 可以加一个小泳池 游泳的时候记得要注意 因为楼上可以看你 所以私隐度就一般了 所以不要以为平台单位 就是闹市之中的私人空间 可以一点都不秘技地享受 这里360度都被楼包围着 感觉相当压迫 其中一边甚至要面壁 这边的位置都比较密杂 所以景观多数中低层以下 其实都没有特别好的景观 主要是看楼 或者看其他奥运的泳池 就是其他奥运的泳池、球场 这样叫做开阳一点点 不过这里胜在齐备洗手盘 可以邀请朋友上来小食 也接驳水后方便清洁 放盘位于的佐敦德庆街 附近有不少食事 而且一街之隔就是铁路站 配套相当方便 不过要留意 同一条街有不少娱乐场所 人流相对复杂 年623尺的平台特色放盘 业主现在叫价620万 推高尺价28800多元 单位的面积小 所以尺价才会贵得那么惊人 客观的角度分析 以620万去买平台特色单位 业主的叫价又是怎样呢 相当进取 因为四间银行都估不到 称一式股价532万 即是业主叫价足足高出1成6 估不足价都不出奇 因为银行没有太多成交可以参考 屋卷附近不少楼龄都是40年以上的旧楼 加上项目的规模比较小 即只有90多伙 所以成交疏落 今年以来屋苑只是陆德梁中交易 分别是250多尺和近320尺的中层一房 成交价介乎480万去到555万 业主14年前以260多万一手买入 假计成功叫价以620万买出的话 转手预计就可以获利1.3倍 难怪代理就会说 业主的放盘心态很随缘 不过都要有人肯接货才行 有网民对于单位的看法就一般般 有网民觉得单位不值得太贵 评高550万才好叫他 有人甚至说420万都觉得贵 送平台就可以考虑一下 有人就说赤价28000太高 最近有太古城的单位 成交赤价低见13000元 而且在这个市况之下 高价买入相信即刻会变成负资产 放盘除了要逆市挑战高价 买入大平台的单位 还有什么要留意呢 问测量师和代理的意见 这个单位非常有特色 210多尺的室内面积 跟着到外面平台有600多尺 如果喜爱平台 喜欢用平台的人 会觉得是很难找的 又会在市区 妹仔大过主人婆的情况 同层的A、C、D室都有出现 平台面积都比室内大2至3倍 全数都是一房间隔 其中A单位的实用面积284尺 平台有535尺 市室的面积最小 只有210尺 大平台也有近580尺 D室的室内面积和平台都最大 分别是392尺和877尺 有测量师批评 这样的设计不理想 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 我们普遍都说的是大小小的单位 因为楼价尾就很高 户惑空间有400、500尺 室内面积随时都有400、500尺 去到近20年 其实你见到楼价明显是飙升了 还有大家的买楼的能力 也稍微有限制了 所以发展开的单位就稍微小了 户惑空间其实如果是同一个地盘的大小 就是你住室部份的覆盖率也是差不多 你的平台也是一样大的 相对于 所以你见到比例就开始不协调 这种开积在市区纳米楼比较常见 因为地盘狭小 发展商为了赚尽、压缩面积 设计出迷你单位 同时限制了行目的布局 以至每户平台分到的面积都很大 除了设计不理想 何具业认为会衍生维修管理上的难题 现代的楼宇管理的角度来说 这些平台位置 有时都未必值得要 或者未必是适合卖出去的 因为可能我们都需要 有一些的维修空间 譬如我们有一些公用的渠款 可能是外场 那可能有部分是不卖呢 那也可能是方便一下 我们的平台层下面 我们的商业部分的外场 做维修保养 可否可以卖少些呢 可惜这些奇迹 往往都被发展商包装成特色户出售 以放盘为例 业主在14年前 买入价是268万多 赤价为12500元 但是当年高一层 没有平台的单位 面积大42尺 赤价只需要7,340多元 差距高达七成 但若买家高价入市后 收租投资 回报也未必可观 而业主放盘价 13000元去计算 预算回报率只得两厘半 舊楼来说不算可观 开电视频 全面进化,重新启航